這個只是一個Sample 你就是說你將來 如果說希望能夠把原來的這個畫面 會員相改成那個學生成績的這個畫面 那特別注意就是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這個最後做出來類似這樣這樣 你可以全部查詢 然後也可以查詢單某一個學生的資料 因為我們這個輸入法有點問題 就是要額外安裝中文輸入法 所以我預設有一個零字 那你將來在手機上穿應該沒問題 而且速度相當的快 或者將來你們可以多放一些資料進來看看 大概在幾千筆以內資料 其實都在瞬間都可以完成 幾萬筆資料也不會太久 所以基本上這個查詢系統 對於一般工作上來說 應該是還蠻有幫助的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去做修改 把原來的那個會員查詢系統做修改 那我們原來資料 本來是在那個我們的這個這個 這個String Array裡面 但我現在只是把資料放在雲端上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從雲端上抓下來 我這邊有一個原始的畫面 這個是一個Google的四串表 那你先把它丟上 如果你假如找不到資料沒關係 這邊有原始資料 這個是一個表格 你當然可以直接開一個Google四串表 然後把它把底下的資料貼過去也可以 如果你這個地方不OK的話 其實也可以 比如說開一個按右鍵 這邊有個Google四串表 也可以怎麼樣 把資料直接貼上去 我覺得Google四串表 有時候我也就是說呢 找不到電腦上面有Excel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拿這個來用 它好像直接兩邊有沒有 也是可以相通的 你開個四串表把它貼上去 兩邊應該是相通的 那多一欄的話 你把第一欄給刪掉 貼上去好像多一欄 你可以把它刪除 刪除這一列 另外它裡面也有相當外掛 你其實也可以取得外掛 也可以管理外掛 甚至你也可以在這上面 做一些程式的撰寫 這個上面的程式撰寫 其實它很像VBA VBA是在Excel裡面可以work 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 就是Google的雲端四串表裡面 它就是 它叫做那個Google的 叫做App Script 用的語法 比較接近是Java Script 那你也可以做很多的 就是動作 類似 只要在上面 需要做一些修正資料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子力碼編輯器 直接可以在這上面 鑽寫一些東西 有沒有 Function 這個Function要做什麼 你可以去執行 當什麼Event 哪一個事件觸發的時候 你可以去執行這個Function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這東西還蠻 蠻不錯的 但是 網路上好像目前這方面 的資訊不算太多 但是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比如說如果說有人 輸入資料之後 觸發一個Event 自動可以Email 它也可以 它裡面可以自動Email 到你的手機裡面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把資料放在雲端上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會產生 發佈之後 會產生一個 我們要的網址 這個發佈 前面講過了 你可以這邊有個發佈到網路 發佈完之後 會產生一個 我們需要的網址 然後再來 我們大概 找上部分的話 大概改了哪些地方 我把它匯整一下 基本上大概就改了 這底下這幾種 包含就是說 總共有五個項目了 那裡面的話拿五個項目 第一個 就是SECLE建立那個 資料表的時候的那個欄位名稱 那後面的話 我是把它分別建立 除了B欄以外 還有CDEF 早上有講過 這個名稱 因為那個Android Studio 很容易就是幫你切換到全型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早上光這個問題 只是全型半型的問題 就弄了半天 所以後來我才 把它從資料庫抓回來 一看 藍位名稱居然是全型 可是在畫面上幾乎看不太出來 全型跟半型 在Android Studio 它裡面沒有做很 讓你看出很大 或就是說那個大小 字好像都差不多 OK 所以第一個 藍位名稱變更 第二個的話 發佈的位置 這邊是把那個 上面的網址改一下 這個是一個Stream 就是我們那個網址的位置 然後呢 再做什麼呢 把資料抓下來之後呢 我勢必要去怎麼樣 把資料塞到那個 就是因為你把資料 從雲端上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呢 我先把它Add到那個 一個Redis裡面 所以是把它抓下來之後 那我們抓資料是這一串 好 然後最後這個UTF8轉換之後給它 那給它之後呢 再去切 切出來之後呢 我切的這個部分呢 我前面講過就是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只有一個A Aredis 就是把一列 每一列 就放一筆Rake 一筆Rake 就是放一個 就是Aredis 就放一個 一個一個 全部都放在那個 A的這個Aredis裡面 然後再做什麼呢 基本上 我後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再來 其實就新增了 不過最容易出錯的 也是在這裡 新增資料的這個SQL語法 好 那我講過了 其實你可以透過像那個 SQLite的那個browser 那個那個軟體 那個 可安裝的軟體 先Check一下 如果說沒有 或者是說我這邊 有建立了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它是一個 先把它丟到哪裡 先丟到 我這邊多增加了一個 叫SQL的一個變數 就是呢 在InsertInto之前 我先把它丟到這裡 當然加上 如果你這邊出錯的話 大部分 程式一直行 就跳開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我習慣在這邊 設中斷點 然後呢 再去執行上面的湊叢 它一樣喔 會幫我停在這邊 我才會看一下 通常都會看到錯誤的點 也許裡面沒資料啦 或者是說有什麼 裡面有欄位名稱 錯誤等等的 那其實大體上 都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如果錯的話 通常是錯這一行 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 就會在這裡 直接就彈出了 程式就Crash掉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 做一個那個 try cache的包覆 然後cache的時候 可以cache到那個 Exception 是SQL的Exception 然後可以把那個 SQL的Exception呢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TOS 或者什麼方式 把它那個 你的錯誤的點 顯示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 這樣可以避免掉 你程式整個 Crash掉的問題發生 OK 那這樣還會改這些地方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呢 查詢的位置 本來在B欄 那因為姓名是在C欄 所以我把它改 查C欄 這邊改一下 其他的話呢 如果說你沒改的話 一查詢 一奇怪查不到東西 因為我們預測是B欄 B欄的話是班級姓名 所以這個部分稍微改一下 其他的話應該就沒什麼太大 再來就是點擊它 它能夠跳出 裡面的包含 座號啦 班級姓名 還有三次月考 這邊可能少了一個換行 OK 那可以把它彈出來的話 那我再把上面的那個 Alan Dialog 稍微做一個修改 這個Alan Dialog 那其他 Alan Dialog 把它做一個修改 其他大概就是 改了這些地方 其他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變化 那再來就是說呢 早上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如何利用那個DDMS 去抓取那個 你的SQL的資料庫 特別注意到我這邊有圖示 DDMS 記得是從那個 我們的上方有一個這個小綠人 點擊之後 它會彈出來 那你可以從這個畫面裡面的 File Explorer裡面的Data 裡面的Data 去找到你資料庫放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裡面有一些東西 也可以透過這邊去做一些 就是存取 那這邊底下就有套件名稱 你往下找 找到這一個 展開就有Database Database的實體位置在這裡 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記得最後一定要把它關閉 因為如果沒有關閉 你在執行後續的程式 都會發生問題 大概是這些 所以另外可以利用那個 SQL Data Browser 去做一個 Test看看有沒有問題 詳細的程式碼 我也把它貼上來 給各位參考一下 試試看好了 那當然除了學生成績表之外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資料 那也可以Test一下 不一定說這些 反正只要能夠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的資料 都可以在手機上顯示 也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把那個 早上的這個部分 再試著完成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所以我早上修改的 也幫各位條列出來 所以將來呢 如果說你要把這些東西 做成類似的修改模組化 可以按照我放在上面的步驟 分別修改 應該很快可以把它改出來 好